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昨天我们又期节目就提到习近平19号 20号 19号去了墨高库 20号去了高台 其实他可能还去了嘉语关 这是他在北德河会议结束之后立刻出现的场面 中间其实落了一点点东西 我忘了提了 他19号去的墨高库 19号从5月13号算起到8月19号98天 98天应对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今年98年 中国共产党98年 为什么从5月13号出来的 我们早在5月初就跟大家说 5月4号川普发飙之后 我们说5月13 6月10号 7月20号 在这件事情上 偏偏林郑月娥生日是1957年 1957年 5月13号出生 而他成为特首是三条七 见了鬼的三条七 三条七是见鬼的 而5月13号上午8点半 习近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开始跟川普正面打 我们说那天一定会出事 那是他定格的位置 所以他5月13号破天荒 在星期一的早晨召开政治局会议 然后出现的跟川普完全出现正面冲突 那是2000亿进口产品增加到 从10%增加到25%关税 从而带来的故事 而现在的过程 就像巴黎圣院的大火 人的 雨果的全烧毁了神的出现 在现在我在我眼睛里 你看到的神迹 与神同心的神迹 就是定数 到点就完了 到点时间就发生了 而且一切都应对他习近平的那句话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五台山 对不起 在敦煌最大的壁画的洞 洞府第61洞 六加一格七 在今天香港的整个过程中 一共死了五个人 加上第六个 李鹏 等的是今天他第七个 我就不好说了 有人说 我习近平你咒 陶哥你咒谁 现在等的就是第七个 七的定数我们不用再解释 而九十八天 十四个七 十四个七 对起来就是三条七 而在第六十一栋里面画的 是从河北省的镇州 镇州是镇城 当时是这么叫的 到五台山的两条路 沿路的画 沿路的就像这个清兵上河图似的 它比清兵上河图早多了 沿路的这种风景 民俗 那是敦煌壁画中 墨高窟当中最大的壁画 而这个镇州或者镇镇 就是今天的镇定 就是习近平 正在政治 在共产党的这个世处中 其家的地方 他在这一天 跟共产党一样 他把自己的圈画完了 正定 是佛家里面的八大定 佛家里讲的八大定 佛教里 而在镇定县 是禅宗的最大门派当中的 其家之地 那而墨高窟 是世界上最大的 洞府式的 与佛教文化 修炼文化流传下来 最大的文化遗产 啥意思 习近平把他的佛源 结束了 宗旨的宗 到了第二天 结束了佛源 到了第二天 八月二十号 他去了嘉玉关 他去了高台县 在嘉玉关 现在我能对出来 我当时看那个视频 我没敢说是嘉玉关 在嘉玉关 有人作戏 一个女人说 祖国万岁 在他走过的时候 祖国万岁 一个老爷们 没有脸 照着后脑勺 穿个西服 西服是可以看出来 穿个西服 背个书包 你现在很多 中共的官是背了一个 好皮子的 名牌的背包 是单肩背的 这么宽的带子 他冲到习近平边上 距离习近平目测 梁明远左右 习近平的保镖 就这么 哎 用手这么拦他 很礼貌的拦他 他嚷出了一句话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总书记好 总书记万岁 拍摄的人 很具有专业水平 但貌似 网友拍的 他手一点都没躲 先拍习近平 然后他的位置就在 喊号这老爷们后头 这么拍 所以我才在视频上 看到他背个包 背个包 主 总书记万岁 习近平低着头走 非常高兴 笑纳了 那个女人 跟这个男人 口音 普通话 不是家喻官的话 而周边近身的 目测 能有六七十 而撑死了 而现在在中共的宣传 我这节目在前天做完了 后来我才发现更多的图 新华社 更多的图 说都是游客 习主席 见的都是 没有通知 没有演员 都是游客 还特意拍了两个老外 是不是演员无所谓 你在八月二十号这天 喊出了总书记万岁 你笑纳了 而他牛脸就去了高台县 高台是中国红军 西路军 全部 叫什么 全军被监的地方 全军覆没的地方 一九三七年 据现在八十二年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全军覆没 他在介绍中 回避他西路军 就是红四方面军 就是张国焘领导的 与党中央分裂 曾经通缉 这个毛泽东 周恩来 博谷这些人 而他最主力的 第五军 就是在高台这个地方 全军覆没 习近平去的这地方 有人喊着总书记万岁 实际的地方是全军覆没 被谁杀的 被马家军 马家军是什么 回回 回民 回民的概念 就是今天新疆的概念 死了 林郑月娥在同一天的记者会上说 已死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 川普在昨天 他讲贸易战上对付中共国 我是被挑选者 这个词 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 是不能轻易被用的 在西方的宗教信仰中 犹太人的摩西 被称为是被神选择的人 耶稣 也是被神选择的人 川普在南草坪 对记者说 有人说这是川普的贸易战 这不是我的 这贸易战早该发生 其他很多总统就应该这么做 在过去五六年里 中共国赚了 五千亿美元 从美国抢的 不仅如此 在知识产权等问题上 还有很多别的事情 我是被挑选者 必须有人做 所以我正在对付中共国 在贸易方面对付他 你们也知道我们正在赢 我们是个存钱贯 很多国家 欧盟也占我们的便宜 我被人民选上来 好好做事了 我也正是这么做的 我所做的 没有别人做到过 这话有毛病吗 但打击他的人 就不接受了 这话没毛病 只不过 作为美国总统 他用了这个词 里面带有他 对神 如果这天底下 七十亿人 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 都是有来处的 在未来的时间里 如果他在这个过程中 面对中共的邪恶 他真的是被未来佛 被创始组所确定 所认可的 难道这话有问题吗 然后他指责了拜登 指责了民主党 然后指责了今天习近平 要等着明年大选 把他选下去 然后提到了其他的问题 我个人觉得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在习近平 被喊出总书记万事 他没说习近平万岁 他说的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跟总书记万岁 喊口号这个人 那川普说我被选择 对付中共国的 我讲的是这个意思 共产党的命按天数 共产党的命按天数 只要活着 可能太多的人都会看得着 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